新型骗局又来了 给大家揭露一个新型骗局 这个骗局看起来不起眼 但是很多人很容易就中招 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好好的看完 免得自己上当受骗 那么这个骗局就是 有人突然给你的银行卡里边打了一笔钱 然后你就会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会说他不小心错把钱转到了你的银行卡里边 请求你把这个钱转给他 然后这个时候你通常就会去看你银行卡的余额 对吧 你会去看你银行卡是不是收到了这么一笔钱 你看确实有这么一笔钱 然后你就相信了 你觉得对方确实是把钱错转给你了 然后你就会想到把这笔钱重新的转给对方 还给对方 但是只要你把这个钱转给了对方 那么你就被骗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钱根本就不是对方转给你的 而是他们提前通过一些不良的途径去购买了你的个人信息 帮你申请了一笔贷款 然后再以转账的借口让你把钱转给他 当你把这笔钱转给他了以后 过一段时间你就会收到贷款平台的吹款电话 那个时候你才会知道你是上当受骗了 你听懂了吗 这个骗局非常的厉害 如果你听懂了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记得把这个事例分享给大家 免得你身边的人免得更多的人上当 好欢迎关注我 虽然不能让你马上发大财 但是可以让你少走弯路 少吃亏 拜拜